竹山秀船医院玉山医疗队成立以来默默投入高山医疗工作 在今年团队成立届满20周年的年份里 他们也成功获得了医疗奉献奖团体奖肯定 成立了玉山医疗队到今年刚好是第20年 所以迈入第20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刚好得到台湾医疗奉献奖的团体奖 肯定玉山医疗队算是台湾第一啦 这么高的医疗站在3402公尺的地方 有这样的医疗站 而且是大家都是属于医务性质 所以没有取任的薪酬 大家去共同贡献自己的专业 让卫山友来服务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能够获得医疗奉献奖团体奖肯定相当不易 院方为此也扮演了时光走廊展览 呈现玉山医疗队多年来的服务过程 也希望唤起大众对于高山医疗观念的重视 这个高山医疗 其实重要的不是在地的这个医疗 而是推广所谓的医疗的 高山医疗的高山的安全教育 希望每个人在登山之前 都重视自己所属的环境 自身的准备 这些都非常重要 今天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一个 二十年来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足迹的一个展览 相片展 希望唤起大家对高山医疗的一个重视 让我们的未来的登山的山友们可以更快乐 可以更安全 先远也好相当感谢竹山秀船医院玉山医疗队多年来的服务 不仅是实质名规也备受肯定 而在现在大家对于他们许多的这些 不管是点点记录过程的一个呈现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这边观赏也好 感谢也好 大家一起来见证 还有这个玉山医疗队 还有这二十年来的付出 医长和尚方认为竹山秀船医院 玉山医疗队在高山医疗工作上的投入 能够获奖是实质名规 也要请大众能够前往观展 了解团队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 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答